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用 因為就算剛剛這兩個整合性的方式其實門檻比較高 假設各位對GIS的操作或者是BGIS後面的應用很有興趣 但是你的時間沒有那麼多 或者是你在操作的門檻要遇到一些困難 沒關係我們還有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我們藉由BGIS上分析的一個功能 或者是單一功能的一個熟悉 然後去做像我們用MTBI的分析 或者是橫斷面的一個 將模擬的數值地形 將這些資料 將它的現場資料穿接起來的一個方式 直接去做一個像我們剛剛第二個作業類型的一個做法 我們把它轉換成一個圖子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附上我們這個東西是想要做為什麼樣的用途 我們想要分析我們想要了解 或者是說有一個這個應用很大很核心的一個價值在於說 當我們在未來需要跟跨領域的人做專案商的合作的時候 這個地理資訊系統的結果 它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客觀的討論主題 其實對工程師來說 我想要做的東西 我想要討論的東西 然後如何互相之間做連結 然後並且相對客觀的 不管是數據位置或者說想要討論跟看法的方向 那不同領域的夥伴其實也可以把各自關注的 想要討論的東西給放在地理資訊系統上面 那當然有一些限制 比如說我如果純粹是想要做其他研究的話 或者是我想要的是藝術創作 它可能跟這個比較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今天我想要探討的像種樹 綠復律的處理 然後樹跟各個空地的距離 以及說我想要做田野調查 我想要去了解山山國王廟的分布是怎麼樣 剛剛我們的一個做法 我們就可以找出它的地址 找出它的座標 把它呈現到這一個地理圖台上 那我們可以慢慢的去比對 比如說我們剛剛是有提到我們很多歷史的圖資 然後人口的一個資料 交通動線或者是從衛星圖片去找到說 當地發展延伸的一個脈絡 以及說將這些材料做為我們主題化地圖 或者是我們剛剛這兩個的一個做法 變成是未來我們在其他黑客中的專案 課程上報告的需要 或者是我本身對於議題的投入 都可以藉由像我最簡單的把它做成討論的一個成果 或者是資料解決的一個成果 或是在進一步 我可以用剛剛第二種類型作業上的做法 我可以把它套進去組織裡面 那當然我們簡單的這個作業是 如果我們能夠應用上面的分析功能 先做一些資料的呈現 那進一步的就是我們第二個作業 加跨領域的資料整合進去地理資訊系統的資料 然後呈現出來做為我們做專案做討論 或是做報告所需要的素材 那如果再更進一步 那也就是大家剛剛所看到的部分 我們能夠應用到不同類型的資料 不同類型的資訊做整合 那以我們BGIS 現在提供的組織畫不是地圖 你可以把它包裝成一個討論的議題 或是把它處理成一個你所探討感興趣的主題 那將你的相關的一些資料 佐證的影片 甚至你的一些見解跟觀點放到上面去 然後分享給其他的伙伴 這些時候是可以的 那當然最後一個 這個可能就是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我們用這兩個東西來示範給大家看 那在這一個裡面呢 我們就是可以應用的是 我們在輔助工具裡面這些 而且是有 重新整理一下 在這一個輔助工具裡面 它大概在這裡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因為左邊工作欄裡面還有超多 輔助工具裡面有超多東西 非常的豐富 只是說它的豐富還是跟我們 我們的業務有一些正相關 可是平常在我們業務 比較 風調與順的時候 這個系統它其實都一直還是在的 只是這個時候 如果這些資料沒有人能 額外的去利用它 其實就會蠻可惜的 因為它在很多的 討論的一個方式啊 或者說 作為溝通的一個橋樑 或是 成果資料的一個展現上 其實是 蠻有幫助的 假設我們以這一邊來說的話 我們在這裡 這個 加值應用分析工具的一個 評估指標分析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們呢 先選擇我們的指標 然後開啟它的圖 接下來 我們來找比較低的零負率 下去來看 嗯 找找這一張 嗯 找2020年7月24 接下來 點選 然後選 選擇 選到這一塊 點 星星 選擇 這邊就是做出了 第一張 跟它 系統 跑一下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有點不顯眼的進步條 那我們這邊跟它跑完之後 我們就會有一個 以神經濟兔在 2022年7月這一張 做的一個MVDR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變成是一個 分析的檔案 然後把它打開一下 看它的 呃 呃 應該就是 下游應該是年大高的小燒的東西 我們來找一個影助力低一點 這個 OK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也是 維持了它的圈選範圍 選擇不同時期的MDVI 也是直升指標 維持它的開啟 再去做執行 接下來我們就來等 這一個2021年5月跟我們2020年7月24 這兩個指標它的一個差異性 好 那它完成了 然後這個一樣也打開來看一下 你們也來下載一下 然後也同時再讓它直接疊上來看 好 然後我們兩個都已經疊在一起了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拆掉一個 有差嗎 有差一點 不對 還蠻明顯的 哈哈 那裡面啊 其實我們可以 它因為東間它的資料會有一些不同 那所以就是像 我弄不透明一點 其實它不能這樣的話 像它這邊就是有變大的趨勢 然後但是它的數值上有一些些的差異 所以這個可能需要我們再調整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像比較偏藍色或者是偏綠色這一個頂譜 原本它的 在比較舊的 這個是多門的第二張 也就是去年5月的時候 那它應該整個 稍微偏弱的地方 這邊都是直升比較弱的 那在今年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的直升好像恢復了 有一些的裸露地 它其實有相關的一些植物是有恢復出來的 是有接近到航色的部分 所以這樣這兩張的話 已經就可以 我們以這個 是20A每月 開啟圖令 然後這邊做起來 把它做成一個探討的一個議題 藉由這個分析的功能 我們再結另外一張 所以是我們這一年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記得要結對圖利喔 它兩邊的圖利不太一樣 好 我們這邊也給它 變成兩組 這個是現在的 這個是過去的 好 那我們就會看到 就是這樣一個部分 我們先把它放大一點 來個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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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來個框線 然後並且呢 我們帶點資料 在這裡 點個右鍵 我們連高層一起固定出來 放到這裡 哎呀 看起來不太舒服 我們直接點一個 做標 放在這邊做參考 現在我們自己點個框線 你把這個 一點點With 好 在這裡 我們用在下面的 類型 類型 3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更多板地 就像你這樣簡單的一個目的跟分析 類似這樣當然在排版上你可以做的更精緻一點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去直接看 我們在 雖然這個上面會有一些些的不同 但是你可以去看到說是 他在比例上還有他的細節上 在整個裸露或者是直升相對比較平弱的狀態 他有一些的改變 包括說這邊恢復的狀態也稍微好一點點 以及 在這一塊 這邊的變化上好像也有比較多 那然而因為 這個 這邊的變化比較多 連續性的差距其實也有中斷 那 還有這邊這一塊 當然在他這一個顏色的比較基準還是有一些差異 那這個我們再調整一下 就是 第三個最簡單的一個作業的話 就是 歡迎各位夥伴用既有的一個分析的工具 去做這樣的一個 功能的操作 還有跟概念上的呈現 在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再給他 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在抓一個 所謂的 輔助工具裡面 有節約一個 底型的剖面 在哪裡呢 中斷面分析 這個有趣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 畫了一條線 可以各種的畫 好 那接下來 這個線 我們有設定一個 推估的一個間隔資料 接下來我們在選說我們的版本 那各位應該是不會有這個選項 或是部分的地區可能會有 那但通常這個 業務上才會用得到 那各位應該不會處理到 通常會選到20米左右 或是會有一個6米的 好我們以這一個版本 來去做執行好了 那就幫我們去抓這一條線 他的一個 地形的一個剖面 就是我們 已經接下來看到了這一塊的地方 那在這邊點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他有紅色的這個點的位置有沒有 好那你可以發現 他到這邊會有一個 坡度變緩 然後又變陡 然後這邊到底是哪裡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 那這裡是 風向的時候堆積成一個平台往下 如果是到這一邊 到這邊就有一個轉折 我們就勾上去了 就往上右勾上去 那這個人是一個 快速的圖表的呈現 然後當然雖然這個在拉的時候 也可以去把它做 變大一點 但是在版面上 可能就會有一點卡卡 或是在有線的版面 我們可以 然後他除了呈現他的距離 每個在這邊 我只呈現裡面 某一段的一個撥面 這個也是可以的 這個也是可以的 這邊就是這樣子 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 分析 大家 說 我 不 以前 風機 我們來看看 好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做完一個玩意 那其實它的延伸的功能是在於說 它的一個原始值我們不僅可以下載 它會直接幫我們把這個圖片抓下來 這個比較稍微方便 如果沒有截圖或是想要直接用的話也可以 或者是我儲存成Excel 可能是CSV Json都可以 如果這個是功能師可以看一下Json的果式 會不會OK 那它抓下來的一個原始資料格式 這個是我們請工程師將API組合起來 所以說我們在上面畫圖 它一方面就可以將這些參數送回去提供給各位的API 並且將它轉換成形 在我們水平距離從我們的原點是0 到我們最下面是16.28 然後就是 單位是公尺 所以1000就是1.6公里的長度 從0到0 然後每一個點推估的坐標 就是每100公尺推估一個點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算出這個點上面 我們將它所有的坐標一次打上去 這個坐標的XYZ 就是 這個0的點 我們再把它拉到 就開 這邊就是0 那這裡就是100公尺 哎呀 發生了什麼事情 哎呀 它好像突然毀掉 哈哈 那 那其實它瞬間Java好像有點爆炸了 所以說每100公尺推估一個點位 那就把那個點位的高層跟對應的X跟Y作標給整理出來 那整理出來完之後 你其實就可以 這樣你就有原始的資料 可是我可以直接針對這兩個地方 下去我可以自己做圖 你可以建立一個圖標 哎沒有 這個線圖 因為選區的關係 可以啊 高層 高度 來想想 這個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個三角的小點 他要轉成 我記得是要轉成 這個複製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個三角的小點 他要轉成 我記得是要轉成 數字 等一下 對 數字 貼上 貼上的時候 直接轉成 直 直也不行啊 為什麼 很短喔 因為它 會包含數字 在這裡 然後原始的資料 去選取 這個點 並且 並且 將它 改成 數字 或是貼上 貼上數字 哎呀 為什麼 來 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那動場是改成速度的話 就可以處理了 只是 哎呀 現在卡住在數字上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呢 呵呵 有時候 也是會卡在一些小小的地方上 好 好 接下來 先列 還有圖表 我說我就是轉動不起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用一些比較土豪的方式 好那其實以摺線圖 單一摺線圖 多重摺線圖 啊 用刷散布圖 沒關係 好 那用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可以 也 能夠算出他的這個情況 好那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 會影響到一個垂直軸的 間距 刻度 所以說他的一個 高度 從0 他就算 其實就 太不 從1500 就好 這樣算起來 我們就可以 直接 重現 他的一個 擴定 那我們就有一些公式 也可以把這個 他的相對 擴定的算得出來 同時如果我們用 用不同的 推估間距的話 我們也可以得到 更為密集 或者是更接近 地表 一個 面線的 一個情況 好那所以說 這個就是 第三個 比較簡單 類型的 作業 或者說是 藉由讓大家去操作 在 BGS上面 他的一個分析功能 那藉由你絕對比較有興趣 就是在我們 第一個影片 比較 概括式 總覽式的介紹中間 各位可以去思考 或者是去找看看 有興趣的東西 甚至說 可能 既有的一個圖紙 或者是 UAV空拍的一個儲存資料 或者是用圖紙搜尋去找看看 你興趣的一個地點 那搭配其中的一個功能 去 做一個 相對的一個 探討 那也可以去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做法 就是 可以體驗一下 RGS的 強大的力發 但是他的技術門檻 沒有那麼高 好那這個是第3個 作業的介紹跟操作 好那再讓大家來嘗試看看囉 如果希望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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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